位于墾丁的包洞民宿 从外面看进去场地宽敞 还有专属的溜滑梯 私人游泳池 适合全家族多人入住 日前有房客抱怨 两天一夜住的不开心 房客控宿房间内的宝特瓶 长满蚂蚁 入住第二天 从晚上8点到11点 这期间不断跳电 民宿管家找水电师傅处理不好 房客提出补偿 是不是能房价折扣 管家修理受到怒回 是他的问题吗 房客火气上来也回嘴 现在是要怎样 管家当场呛订沟机要输赢 受惊吓的四个孩子 当晚彻夜未眠 房客许小姐表示 全家族20人出游两天一夜 定18800的包洞民宿 最后败信而归 上网分享入住心得 民宿业者不满被带风向 回闻跳电也不是事前能知道 业者有诚信处理 消费者却是花钱大爷的心态 反击房客先标国骂 口气也不好 全家族花钱出游 遇上民店跳电多次吹不了冷气 热到火气上来 民宿业者虽然找水电师傅处理 无法一次处理完毕 问题出在双方的口气上 才会闹得不愉快 TVBS新闻叶凤达 评订队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队报道